大家好,歡迎收看古武海飛揚 那麼今天台北股市是呈現震盪的 最後收小黑 我們看最後結果 最後是跌了21點 盤中 其實盤中今天這個行情很明顯 兩波拉台都是拉台積電 這個行情基本上目前就是在反映台積電 已經完完全全就是在走台積電的一個 單獨的一個表演的行情 那台積電漲上來可是可惜的是 它沒有本事帶起整個科技股的一個買盤進來 所以你會發現今天的台積電雖然漲 可是貴買指數其實今天也是相對也是偏弱勢 也沒有說很強勢 所以其實這個行情走到這個位置 當然你說有沒有指數可能要休息的 這一波拉上來到這邊 可能要稍微整理休息的機會 當然存在的 因為你如果台積電拉上來 卻帶不起整個市場整體的一個買氣的話 當然就是要先整理 所以包含了聯電 也是開高震盪之後 拉高之後又走低收黑 聯電今天也是收跌的 最後也是收跌 看到台積電拉台 很多人就去買聯電 結果也是效果可能也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好 結果基本上這個行情就是小跌了21點 成交量沒有萎縮 成交量有3700多億 這個就是比較留意的 我已經講過 我說現階段行情你不能夠出量卻是跌 從上禮拜的一個拉高出量很好 可是你今天這禮拜沒有任何的一個疑慮的過程中 你卻是出量反而是漲不上去 而且台積電在帶你卻漲不上去 這個就要留意了對不對 這是很合理的一個解析了 很客觀的看法 可是儘管是如此 我還是認為在個股當中 只要你勝選 你要從中要去獲利的機會還是存在的 上禮拜我說我們有逢高減碼這檔股票叫陽明光 那麼陽明光我說當時在要佈局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說你現在一定要記得 準備漲的時候它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我說在周轉折的位置 我們去佈局的位置 基本上它量絕對不大 其實你去看任何一檔標的 就是說一檔標的從準備起漲的位置 向上爬到最後的一個波段高點 然後你去看成交量 它絕對從小量增溫到變大量 所以在你選股的過程中 你基本上只要你能夠在小量區出手 你就已經避開很多風險了 對不對 這絕對是必然的 肯定的 所以 如果你又能夠選在一個 周轉折的小量區 那你就贏定了 那一定是從小量區開始獲利到變大量 然後獲利收成嘛 人家說小量佈局大量收成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可是我們去看到 這個概念其實大家都懂啦 但是我們實際上看到的 在實務上所看到的投資朋友呢 習慣怎麼做 都是在大量區出手 所以往往賺不到錢 因為你所面臨的風險就是比人家高的嘛 儘管你知道這個道理 我要在小量區風險最低 可是問題是那個小量區 如果是在周轉折的位置 你當然可以獲利嘛 所以你看當時我在講陽明光的時候 今天陽明光尾盤也是拉高啊 對不對 還沒有創高 但是它已經 你看喔 這一波拉上來 8月24號我給你報告 你要去注意這個標的 從這個地方量是小的 有沒有從小量開始拉上來一波 這一波上來 逢高 拉高已經出量了嘛 所以我們做減碼 有沒有 所以我20張 我這邊買20張 我上來就賺60幾萬了 我賺了60幾萬 大量先收成一些 對還是錯 當然對 所以超多股票要怎麼做 所以小量的時候 如果這小量 陽明光這個小量的位置 就是在這裡 周轉折的小量區 你當然可以獲利嘛 所以它825上去漲停嘛 28萬 826又漲停 賺48萬 827又創高 賺54萬 8月31號又拉高 賺多少 60萬 所以拉到變大量了 所以我們做什麼動作 我們開始做減碼 這上週我跟各位已經做交代 對不對 講得很清楚了 那我從陽明光的案例 我告訴你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你要去留意什麼 代號6開始的股票 這檔股票 黑馬又來了 毛利率激增9% 營業率激增12% 稅前最後淨利率分別激增10% 8% 那最後倒反應在EPS上激增的136% 市率攀升的黑馬又一打 那這檔標的呢 從上禮拜我們提前去佈局卡位之後 我們看畫面 佈局卡位之後呢 到今天 9月6號禮拜一 今天早上又創高上去 20張累計到18萬獲利 所以你會發現啊 你永遠是找人家一步 先做好動作的人 你絕對是比人家獲利多的人 你的風險比人家少 所以我就講 我說陽明光我們獲利減碼 那原因就是因為有新的標的嘛 我們的核心成員對不對 那核心成員呢 到這檔標新的標的 到禮拜佈局之後呢 今天呢 20張的話已經賺差不多18萬了 核心成員 一檔 一檔 一檔這樣做 你根本 你不會去買一堆股票嘛 很多人一不小心手上持股 8檔 10檔 甚至更多的都有 那其實你看你的持股檔數 還有你就不對了嘛 好啦 那既然有這個觀念之後呢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報告一檔標的 我覺得現在 現在的行情你就是要去找機會嘛 可是那個機會往往都是在你不經意當中 你可能就錯過了 你不在乎的 你可能看到他之後你也沒有什麼想法你就跳過了 你不在乎的標的 往往你沒有想到他可能即將幫你創造大的財富 這種標的在他醞釀的時候呢 就回到我剛才所講的 我們都不要講太複雜的東西 我就講成交量就好 絕對是小量區 只是這個小量區難就難在 在小量區一般人不太會去發現它 可是我說這個小量區不是說每天成交量幾百張不是啦 而是以相對這檔股票的 這一路來的成交量來說的話 相對的小量區 那一樣成交量上萬張的股票喔 一樣成交量幾千張上萬張 所以像這檔標的我們先看一下 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你先看它的技術面好了 你看它是不是經過一個長期的收斂 收斂到末端 那股價位置進入到長期收斂到末端 代表它長期在收斂 代表它長期以來這一段時間來根本都沒有漲 那現階段的位置已經到長期收斂的一個末端 而且是小量的位置 也就是說它接下來只要一出量就上去了 短底已經做完了 一個中線的短底做完了 未來只要出量確認就一個波段 絕對是一個波段 這一周就是轉折周 好啦那這是純粹量價的結構去看的 另外就是它憑什麼長一段 對不對 它有一個原因跟理由 你未來的題材是什麼 這家公司是半導體前端製程 半導體的前端製程裡面 它在先進的製程的部分 在第四季 今年第四季開始要開著小量的一個出產 那這小量的出來之後呢 現在已經是九月了嘛 所以代表說你下個月開始進入第四季 下個月開始進入第四季 第四季就要在前端的製程開始出現小量出產囉 所以下個月開始就有機會囉 然後呢小量出產之後呢 到明年的第一季 明年第一季要正式出現量產 那這個是先進的製程前端 半導體的前端的先進製程 不可或缺的東西 那這個題材接下來會引爆出來 可是呢我再透露一件事情 那台積電是它的客戶 所以當你在看那個行情 在看台積電大漲的時候 最近的行情都是台積電 一個人在漲 你有沒有想過 台積電是誰的客戶 台積電這麼棒 那它是誰的客戶 它的客戶想必一定是 你不用擔憂的嘛 對不對 那如果它的客戶的先進的製程的技術 又開始出現量產了 好啦我們就可以合理的去思考囉 公司沒有對外發表 我們都只能說我們是合理的評估 我們只能這樣講 因為公司沒有對外正式 因為通常公司不會對外跟你正式講這些東西啦 當然真的正式跟你報告是這回事的時候 股價不知道跑去哪裡了啦 所以公司通常不會去透露這種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在分析研究的時候 我們會去評估 我們去合理的判斷 這些前端的這個製程 這些產能 會不會台積電吃下了大部分 要包了大部分的產能 還是乾脆全包了 如果這個先進的產能 台積電全包了 那股價來到了整理的末端 壓縮的小量區 那我說現在就是周轉折了 本周買這個標的 風險低 又有獲利的期待 對還是不對 它現在要反映什麼 它現在要反映是它接下來的題材 這個東西會貢獻到這家企業 過往貢獻度的一倍 跳一倍 如果說這個部分 過往貢獻在營收的範圍內可能是10% 那接下來量產之後 未來每年貢獻可能就從10%跳到20%以上 營收貢獻跳一倍上去 那如果說這些產能又早早就已經確定 就是某一家企業它要包下來了 那這就是你要好好去注意的 股票不用去追 股票是等待機會 找尋機會 這個小量區 小量佈局 未來就大量收成 這檔股票 一般投資朋友你應該 除非你做研究做得比較透徹 比較廣 否則你比較不會去在乎到這檔企業 可是它不是說 可是它不再強調 它不是 它雖然小量區 但它不是成交量只有幾百張 不是那種小量概念 它是相對過往 相對這家企業的過往的成交量的均值的一個小量區 那每天成交量還是幾千張上萬張 所以你根本不用擔心 只是說什麼時候要動起來 那要動 當然你要準備有一些題材要引爆了 特別注意這種標的 在壓縮的末端 出量就上去了 現在本週就是買點 這個標的今天我們提供給現在看節目的非凡電視台 觀眾朋友一起來買進 那今天我提供20個名額 20個名額待會廣告時間 你就先撥電話 明天反正本週除非它偷拉直接拉上去 那就比較麻煩 否則你明天基本上都是可以買的 明天你就可以開始佈局 在這個小量區你先佈局 現階段你不要再去追逐一些 其實最近我看到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這個概念 最近我看到很多的 活資朋友 最近買的標的 上禮拜 這是通家 上禮拜這裡出量 兩萬多張 兩萬多張拉上去 其實拉上去的過程中 你就可以看到已經開長黑 上去又下來 然後硬要拉上去 又隔天又再來 量一直出來 結果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我最近看到很多人 手上很巧 就是有通家 買在哪裡 買在150以上 那今天收盤120 那為什麼買150 當值量大的時候就是150以上 上禮拜 對不對 那到這禮拜 到今天禮拜一已經變這樣子了 上禮拜下半週已經下來了 那今天又下來一根 又中錯 這樣的標的 你要小心 不是它沒有題材 不是它不好 而是又回到我講的 很好的公司 時機對嗎 如果時機不對 你不要碰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持股診斷 報名錄會的 最近加入的會員 有一些客戶標的要我看 這是其中一檔 一檔我看到好多好幾個 重複的有通家 其實還有其他標的 我就不講了 但是都是同一個現象 都是在前兩週 在前兩週而已 最近衝上去量大的時候 跑去買的 短短幾天馬上就下來了 我常常講為什麼觀念很重要 上去之後出大量的是給你收成的 那在小量區買的人 就像我講的通家 在小量區買通家的人 大量失了之後他可不可以收成 人家在收成你跑去追 你絕對不願意嘛 對不對 那請你以後不要再大量去追股票 因為你可能買在人家收成丟出來的籌碼 別傻了 這個市場就是這樣子 其實概念很簡單 就是那個當下 你看到他在拉 你看到他出量在拉 你覺得他會上去了 趕快怕買不到就去追了 那個當下是失去理性的 可是當你事後回頭一看 應該在這種小量區買這個準備 所以只要一出量就上去的 那未來我們是做什麼 未來大量的時候我要收成的 那現在我們在做什麼 小量佈局 認同的投資朋友 不電話 20個投資朋友 20個投資朋友 不電話 明天你就可以參與滿進 好不好 開直播電話 我們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喜歡這 或者 喜歡這 或者 像我一樣 欢迎明 歡迎 讓我來 第一 tonight 你喜歡 這一 戰爭進 第一 台 天 隨時 戰爭進 第一 台 天 日 橋上 掉進 tahun 山 燈 天 胖 靖 中 山 燈 在 戰爭進 第一 台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所以一个观念而已 我说现阶段在行情 我认为现在的市况 就是其实市场整个盘面 就是一个单独在反映 某些个股的题材 它没有全面性的一个买器 所以台积电在拉高 因为它反映 它自己涨价 市场认同 可是问题 其他标的跟不上 那就代表整个市场 已经进入一个 犹豫不决的现象 当市场在犹豫的时候 就是变成 就很明显 个股表现了 可是个股表现 如果你要去赚这个 个股表现的钱 你就要在意什么 你就要在意你买的时机 那时机呢 就是我每天强调的 如果你一路来 就是在乎买进时机的人 基本上 在这种行情下 你就会受贿 你就格外显得 好像没那么困难 你就可以一档 接一档 一次又一次的 去累积到获利 那这个获利单 有多有少 无所谓 那重点是 你就是可以比别人 多赚到一些钱 尤其是这种行情 所以在上礼拜 我说 杨明光减码啦 小量区买的 拉上去 减码 20张赚60几万 10张赚30几万 当然可以获利减码 减码之后 核心会员换这个 换这个之后 布局之后呢 今天礼拜一已经多少 20张已经获利累积到18万 那未来呢 等到差不多的时候 又得到通知 又可以获利减码 然后再做下一次标的 那可能本周呢 我要各位可以先留意的 我说过了 刚刚上半段我们讲的 小量布局 对不对 大量收成 我再举个例子 这是3675的德威 8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你看这两个礼拜 像是8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吗 人家在这里买的人 在这里做了什么动作 在这里买的人 你会去买吗 在这里很多人想买 有没有 你看了量就知道 人 有没有人在买嘛 对不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里追的人呢 有没有想过 小量买的人在收成了 你有没有想过 你买的时候 会不会人家在收成啊 结果8月营收 公布创历史新高 股价在这里 并没有再创高啊 当时去追的人 一定有一部分人是想说 他8月营收应该很漂亮 所以赶快去买 一定很漂亮 等他公布就可以创新高 再供一波了 对不对 结果事与愿违 那为什么呢 那谁把股票卖出来呢 有人卖出来才会赏不动嘛 那谁卖的 小量去买的人嘛 小量去买股票的人 一定是高手嘛 小量就先买的人 他也知道 8月营收漂亮嘛 但是我愿意先买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该怎么做 量一大了 每个人都知道 是消息一传开了 每个人都知道了 去追 那到底谁是最后一个傻瓜 所以好公司 要在对着时机买 一再地做给各位看 一再验证出来了嘛 过去每一次我买的标的 和春 我都举例给你看 我们在这周买的 这周什么周 小量嘛 对不对 那结果呢 有没有上去 上去做大量的你去追 全部都套牢了 可是他不好吗 他没有不好 时机的问题嘛 当初我在节目中告诉各位这档标的 家经可以留意 我们要买咯在这里买这一周买 因为这都是周转折 对不对 那请问这周转折有没有量 小量 小量 你来买 后来加金呢 30张你可以赚98万 买30张 小量 可以赚98万 等到拉上去大量再收成 对不对 类比科这周买的小量 大量收成 30张买的小量区 买完之后 多短折买完之后呢 30张赚112万 人家在追 你再收成 对不对 预创这更明显 这周买的 我们买完之后呢 上去 小量 50张上去 变大量 每个人都有预创 每个人都在介绍预创 50张赚135万 大量收成 现在呢 也是一样 每个人都在看台积电 可是如果 台积电是他的客户 那他难道不受惠吗 他当然受惠 而且他前端的 最新的半导铁前端制程 最新前端制程 要开始量产了 那 未来贡献回来营收的比率 会增加一倍以上 那如果说产能又已经被某些 大厂包了 那是哪些大厂包了 我们不用去讲 因为人家公司也没有正式的跟你公开 只是你们在评估 那我说了 如果台积电是他的客户 那有没有可能他的新产能 会被他包下来的 或者他吃了大部分呢 那这就是他的未来 这个就是他的未来题材 所以为什么他在收链的尾端 为什么收链完之后 有机会在这边压缩之后 量一出来就上去 为什么 他上去要反映什么 他一旦上去就是要反映这些事情 那现在呢 量都还没出来 当量会出来代表什么 代表市场已经陆陆续 你也知道 他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的时候 一直把股价推上去了 量一直放大之后呢 就看谁是最后的傻瓜了 那最聪明的人呢 往往是懂得这八个字道理 小量就要布局 而这个小量它小到什么程度 小量要进入转折周 就赶快买 所以我每天车标都没有变嘛 对不对 转折周 这个小量转折周 筹码在集结的时候 这个小量区就特别有意义 小量区你才能够看得出筹码集结嘛 量放大你怎么看 你看不出来了 所以筹码集结的概念 它会反映在这小量区 筹码集结会很明显看得到 然后呢进入转折周 那个小量区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要出手的那个小量 所谓的小量布局 什么时候小量 什么样的小量布局 转折周的小量布局 那量放大之后呢 一上去准备收成 你要不断兼职这样做 你绝对成功 否则你永远都是事后 事后的拿持股诊断给我看 请我帮你解释一下 什么标的如何如何 那都太慢了 那都代表问题发生了嘛 你给我看到持股诊断 一定不是大赚的股票嘛 一定是你觉得担心的 有疑虑的 或者是手上套牢的嘛 那可是我每次看 其实对我来说我看都是一样 每一档标的对我来说 基本面不一样 但是你买的位置就是一样的问题嘛 你们都是在大量的时候去买的嘛 那那些标的好不好 好啊 每个人都很会挑股票 我讲真的 其实大家挑的标的都不错 前景都好 但问题是买的时机就是不对 那代表什么 代表你们是在听到消息之后 你们才去买 你们并不是在事前做产业研究 个股研究之后认为它不错 认为它很有机会 然后在小量区得到机会 转折周签满 你们不是这样做 对不对 你打开电子机 那个老师说好 这个老师又说好 哇好像很多人都在讲 那个标的不错 我也去买 上礼拜年打开电子机 很多人跟你说联电很好 所以这礼拜今天 你可能早上也退去买了联电 对不对 看来台电电涨 联电怎么竟然收黑 不要一直听别人讲 要有自己的想法 小量的时候先布局 未来上去你就收成 那我今天一样 这个标的新标的 本周买这档 绝对没问题 那20个名额 给现在在看节目的 非凡电视台观众朋友 你待会直接拨电话 那明天你就可以参与买进 这档标的 20个名额 先拨电话 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